熊醫生 我想問問你 剛才你提到有些負重的訓練或運動 我有很多年輕的朋友很喜歡健身 我看到他們在Facebook是怎樣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日本那套孫悟空 整齊了鐵鐵 連他會練到自己的力更好 你明白嗎?可以輕身一點 其實那些對我們平時練跑那些 怎樣看呢? 或者要小心負重多少重呢? 我想第一就是不同人的運動目的有些不同 一般我們年紀大那班就是健康運動 養生運動 到年輕人有些比較熱衷是健身運動 或者甚至是健美運動那樣 他們就需要做一些很高強度的訓練 一般來說做的那些運動 其實你最重要的姿勢要正確 所以譬如我最近也有個客人 他很喜歡做健身的 真的操得很健碩的 他就開始肩膀上有些路損 因為他需要舉個重量 但是有時候可能他想操大隻 他又需要比較大力 或者去負重超過了他 可以承擔那個重量 但是旁邊又沒有一個訓練 去跟著 變成那個姿勢有些影響 就會有機會整身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做一些高強度 或者練肌肉練得很厲害的那些朋友 其實最重要是注意那個姿勢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能就找一個健身教練 去幫忙去觀察他的姿勢 以及去附上他的訓練 但是健身教練很貴的 在我的角度 會不會說他發覺自己 有時候很多 就算我兒子都在家裡自己做健身 看著那些外國的那些很健碩的那些 其實是不是他會發覺 真的這段時間特別痛 其實可能都需要去看物理治療 或者去看骨科去跟一跟 就現在很流行的 看Youtube 看著那些世界級那些做健身 就跟著做的了 是不是未必會有一個訓練 幫他跟的 那是不是如果他做了兩三天之後 發覺真的太痛了 或者有些位置 就應該早點去找物理治療跟一跟呢 其實如果你做完運動 短時間開始有點痛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過度粗魯的動作 那很多時候應該是休息的 就是減回程度 還有去看看到底有沒有些事情可以改善 那如果你說的 練重量 例如負重訓練 舉牌鈴 舉牌鈴 未必一定是要去到個人訓練的 但是可以有一個朋友的 就是你兩個人一起去訓練 一個負責 給你一些 feedback 一些動作做得好不好 或者當你推到最後幾天 他可以給你一個輔助 那你也可以減少受傷的機會 嗯嗯嗯 另外我們很多時候真的做健身 有些是用肌 有些是用free weight 就是 就是 啞鈴那些 那當然如果你 粗 大隻 但是沒有一個 buddy 在旁邊的 你可以用肌去訓練 因為肌始終 他萬一有 弄傷 或者不夠力 他會有一個stopper 那你變成整套自己的機會 會相對少一些 哦哦 但是就 還是要注意姿勢 是 如果你講現在 最近大家都 web from home 比較多一些上網看 是 他那些我們叫HIIT 那些高強度訓練 那很多時候他又不是粗大隻的 他可能是一個短時間密集裡面 做一些 譬如跳躍啊 是啊是啊是啊 蝕粒啊 重複這樣運動 是啊是啊是啊 那其實這方面呢 相對 都會有他那方面的問題 因為最近都 多了人在家這樣做 譬如有些壓力性骨折 嗯 一些筋腱的短時間加操 導致他適應不到的筋腱發疑 都會有發生的 嗯 所以這些都是按難力 和循序漸進去 嗯嗯嗯 OK 好了 那第二個問題想問呢 就是譬如我試過有個人客 他是頸椎退化 我想是扎著神經線 他經常都痛 但是其實呢 由我認識他到現在都十幾年 他每次痛得最嚴重的時候 就會打給我 哎呀我又痛得很厲害 那可能他又看幾天物理治療 那好吧 其實他說十幾年前 醫生已經叫他做手術 但是他就一直都覺得 有沒有必要做手術呢 那我又想是 如果有些人客 是癌症的話 那真的沒得等的 是吧 真的要立即做的 是吧 但是骨科的手術呢 某程度上 好像我有些老人家客 都可以等的 等政府等五年十年 他都可以等的 是 其實就是骨科那裡 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 除非你說意外 如果不是你說是其他病理 他們真的可以拖得那個手術 就是等得到的手術 但是有時候 未必對他們是這麼好的 就是骨科本身呢 我們的重點是說 如何改善生活質素 所以跟外科 或者醫腫瘤的病 有些概念有些不同 就是醫腫瘤是說生與死 但是醫骨科很多時候 是醫痛症和生活質素 你可以說得對的 如果那個人怕手術一些 或者經濟上不去 看不到醫生 他是可以等很久都 不多大分別 不過就影響了他的日常生活 或者反過來 就是當他有個退化 好像你朋友 就是這樣 退化 頸椎痛 周期性的 但是他又不是真的很密 他又糾病成醫 懂得當痛的時候 用到他的方法去舒緩 那是不一定要做手術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骨科的手術 其實是 一小部分人 是真的需要做手術 大部分都是保守治療 就是他認識病 知道病理 當有病徵 如何舒緩 沒有病徵 如何預防 是 那方面比較多 不過會不會 我跟你聊天 其實每個人的身體都不同 其實就算做完一個手術之後 每個人的康復期都不一樣 是不是 之後痛不痛都不同 是不是 或者跟你聊天 你說原來有些疤痕 有些疤痕都會痛 是不是 那就是每一個病人 有時候都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我們不會跟以前沒有病之前 一模一樣 那其實就是 對的 就是我們做手術其實始終是有些期望管理 我們希望改善那個病徵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集中在說改善 就是你講的可不可以回到正常 很多時候未必一定可以 但是接近正常 很多時候如果配合一個合理的復康訓練 很多時候都做到 那譬如給一些例子 一個年輕人 你說的職業運動員也好 他創傷完整 但是就算你重建完之後 其實他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復康訓練 他都會再創傷的 就算你說的職業運動員 比如大衛老師那些 就是NBA很出名的一個人 他都重複又創傷的 所以說 會的嗎 做完手術都會再重複再斷嗎 那其實你做完手術之後 很多時候我們的目標是回到你手術之前的功能 那所以如果你手術之前的功能 是譬如你打一個很 competitive 的籃球比賽 那而你的復康或者你當人的狀態 沒有那麼好 那便有機會再弄傷了 那所以就算做完手術 然後你都要很集中去復康訓練 練一些肌肉 練一些平衡力 還有也都最好就是評論你 譬如說 當初受傷的時候 會不會是有些姿勢的動作不好 所以導致到你容易受傷 那它改善才可以預防 是 所以你說手術後 是否一定回復完全正常 是不一定的 還有會不會骨科手術是 即是那些關節是可能用十多年之後 就有機會再緩 是否會這樣 那如果你說人工關節 本身它都是一個有壽命的 但是很多時候有些病人 有些誤解 經常都說十年就要 是呀是呀是呀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謀誤來的 是 很多時候我們說是一個存活率 就是說我今天擺一百個人做緩關節 是 那十年後有幾多個人 愈再重緩 愈再重緩 重緩 那所以一般的percentage 是說5%左右 就是我做一百個 五個人才在十年裏面需要翻修 那很少 95人呢十年都沒有問題 是 所以就不是十年就夠期 是 亦都有很多人呢 十年後繼續可以用得到 十五年二十年都有 是 不過只不過隨著時間 一路用就逐漸有一批人 一批人要翻修 嗯 所以都好看你 譬如病人的壽命 病人怎樣用法 是 病人自己的體質 如果它很重的 和一個很瘦的 換同一個關節 那都已經不同了 是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我經常看到那些 比羅人家奶粉 就是喝的奶粉對骨質好 或者女士那些 就喝的那些對骨質好 其實 是不是真的 我們可以吃一些食物 就補充到我們的骨質 或者那些什麼 啫喱等等 其實這個又是很多病人都混合的 就是 有兩類東西 我們說的濕疑紋 第一就是 剛才說的骨質疏鬆 就是 你怎樣去補充骨頭的眼睛 這些就是鈣片和維他命 這些其實都證明了是 需要的 也都很強的科學證據 是需要用的 至於另一類就是 關節的補充劑 關節的濕疑紋 就是說葡萄糖胺 是的 那些其實呢 如果在科學文獻上面 其實科學證據不強的 至少在不同外國的guidline 都不建議行上去比的 所以一般這些情況 我們都是去跟病人討論 這些濕疑紋很多次的好處 其實它沒有什麼負在用的 嗯 那有些病人吃了又感覺好的 嗯 所以它可以試驗 如果你說吃了 它覺得舒服 它又 也都沒有放 嗯 但是如果你說它經濟上不許可 又或者去到行常 routine 這樣吃呢 其實我們就不建議的 哦 也都同一樣道理 就沒有什麼證據證明 哪一隻的葡萄糖 好過另外一隻的 是 如果去萬寧或者其他葡萄糖 一站 是啊 是啊 所以沒有證據說A一定比B好 所以都按你的需要 和它裡面不同的 添加的其他那些濕疑紋 是 因為很多時候一瓶可能 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 可能連鈣和維他命 可以吃一顆就什麼都包 是 那就是按病的需要 是 就是好像我呢 上兩個月做完手術之後 很多客人說 你記得多喝點雞腳湯 還有豬手湯 是 其實都是 都是心理上 是嗎 就是中國耳型保營 中國耳型保營的概念 不過其實如果你說在食物那個 營養學 營養學方面來說 其實就不太行 因為經過煮湯 煮完之後 高溫這樣處理 其實它的質地也不同了 哦 所以就未必一定可以做到 你想要的補充軟骨的效果 哦 OK 都很貴的 你知道嗎 雞腳都不是豬手那些 好 今天就多謝洪醫生 好嗎 我們下次再想到問題 大家可以在留言給我們的 OK Thank you